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达州亨内平现警长办公室的监狱名单显示 中国一万富翁 警东创始人刘强东被证实涉嫌性犯罪行为被捕 根据警方记录提供的信息 刘强东于当地时间8月31日晚间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拘留 并于9月1日下午卧视警方记录和拘留照也同时曝光 美联社报道中提供的拘留照消息 恒徽国内迅速登上热搜第一国内多家媒体也讲 既报道 环球时报 微信公众号截图 澎湃新闻报道截图 财经网微博截图脱奖外媒报道证实 此时明尼苏达州特立平现警察局的监狱名单 Hennepin County Sharing Share Roast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涉嫌性行为犯罪被捕 后来被释放 美联社新闻截图 路透社报道截图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华尔街日报报道警方记录 是否起诉带定明尼苏达州和内平县 Hennepin County警察局的记录显示 刘强东涉嫌构成犯罪的性行为 于当地时间8月31日晚 11点32分被逮捕 9月1日下午4点后被释放 在保释金一栏 则标注为零 目前该案的状态标注未获释 是否起诉带定 警方记录曝光警东 刘强东遭遇失实指控此前 北京时间2日下午 京东在微博上发声明 称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 遭遇到了实实指控 经过当地警方调查 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 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形成 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或报道行为 连去必要的法律行动 微博几乎京东发布上述辟谣声明后 纽约时报宣称联系的京东公司发言人 询问刘强东何时会返回中国 对方表示并不掌握相关消息 警方这起案件没有结束 美国乔道针对此事采访 我逮捕刘强东的明尼苏达州警察局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发言人 爱德 接受专访时表示 被警方释放后 目前他的个人行动自由并不受到限制 但他在被警方联系的时候需要进行配合 目前的情况是 这起案件没有结束 我们对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另据第一财经报道 爱德指出 接下来明尼苏达警方会进一步进行调查 而相关调查通常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在当地警方经过调查后 如果得出这起案件属于轻罪或重罪的结论 警方会将相关调查结果 递交给当地检察院 之后由检察院整理后递交给法院 最终由法院定罪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 如果当地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证据不足 他们也可以撤销指控直接结案 最新 刘强东已回国 环球时报 微博截图 路透社报道 截图刚刚 据路透社 环球时报报道 刘强东已经返回国内开始工作 外交部 正了解和核实 人民日报微博在9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道 一名中国公民近日在美国被捕 随后被释放并等待接受调查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应一声 我看到了有关报道 中国驻之家哥总领馆 密切关注相关信息 正与美国有关部门了解和核实 苏苏提醒曾有名人说过 做人在美国不重要 美国人尊重一切怪人 遵纪守法就行 不仅在美国 在任何国家遵纪守法都是必要的 前有高原祥 尽有流强度 国人在国外性侵 触犯法律 规定的话题不短 名人的名气也使得关注度 以及话题也都不断升温 不论是名人也好 普通人也罢 国人走出国门 不仅得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更应当守好本心 不论到哪个国家都要遵纪守法 尊重当地公序良俗 受所在帝国家的法律约束 做模范守法者